辐射冷却发威在16号清晨 一烂太平山翠峰湖区下探8度 出现薄霜仿佛是冰雪世界 气象站表示最近辐射冷却旺盛 水气充足又没有风 才会寻存这样的限定美景 16号一早农雾笼罩家意识区 层层堆叠 伸手只见白云 建筑通通变成空中城堡 在带你往上爬 提打海拔150公尺高 续日东升光芒四射 漂亮的令人屏息 上帝视角俯瞰市区恰巧于阿里山脉 蓝潭湖水同框 加一支美尽收眼底 晴朗无风的状态下 这个浮射冷却的效应就非常的旺盛 再加上我们进地表的水气很充足 就产生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浓雾的情形 画面在转到宜兰县太平山翠峰湖区 同样上演爵士美景 金透薄霜覆盖绿地和水域 木栈道也仿佛撒上糖粉 化作白地毯 大自然变魔法 在水一方云雾飘渺 简直是外桃源 太平山一带清晨低温八度 虽然还没到冰点 但还拔1850公尺的翠峰湖区 一经结霜 呈现平地罕见的北国风情 结霜不一定到零度 大概在三四度没有风的情况之下 水气充足了它就有结霜现象 气象站说这番景象可是日出前限定 因为太阳光光露脸之后 结霜也跟着融化 民众得当早起的鸟儿 把握黄金时刻才能一睹风采 记者综合报道